拿著贊助廠商贈送的嬰兒包皮 笑離婆順紅話的旅美好手林子偉 在返台祭酒會中 除了上談大聯盟心得 還分享初為人父的喜悅 儘管為了迎接女兒出生 無法參與季游賽 但對林子偉來說 陪伴家人比球隊更加重要 老婆就拍照生下來那一刻 就是蠻感動的 就是 怎麼講 就是蠻想哭的 真的 因為這東西不是說能得到就能得到 對 然後就是蠻感謝上帝 能夠讓我們第一個小孩這樣 林子偉當了爸爸之後 責任更重大 回光了本季立場 從2A直升大聯盟 出賽二十五場 敲出十五支安打 打局兩成六八 且上累率三成六九表現不俗 要說到這段驚奇之旅 最印象深刻的 末過六月二十七號 登上大聯盟舞台的 首次打擊 那時候手腳都發抖 真的嗎 那時候我從以前到現在 最緊張的一次 從小到大最緊張的一次 最緊張的一次 那打出安打之後呢 就放鬆了 就心情 心情就比較好一點了 心情比較放鬆了一點對不對 歷經臨海啸熱潮之後 林子偉來年的最大目標 就是設法卡位開記二十五人名單 面對超級賽鳥 Rafael Davis 公聚了Adorando Nunes的競爭 林子偉不但輕鬆一對 還從生活中的興趣 釣魚體悟出大道理 因為在水裡面 你看不到水裡面的東西 對 然後就是 你很期待是大魚還是小魚 耐心就是說 就是 跟投手比的耐心 就是說 你丟我一顆好球 那後面不一定就是好球 對啊 所以很多人都說 我在 我們上去打擊的時候 都用掉很多投手的投球術 從小聯盟苦熬五年 再到大聯盟破繭而出 林子偉用手中的球棒 寫下自己的人生故事 也希望接下來 還有更多令人驚喜的新篇章 關於新聞採訪報導 高 I think that's it